日本政府不顧各方反對 執意在星期四啟動核污水排海計劃 將福島第一核電廠的核污水排入海 而安田文雄政府近日亦不斷向外界寫包單 聲稱有關做法是合乎國際安全標準 共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和陳詠欣 逐點擊破日方的所謂理據 我們知道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報告 即使未出現結果我們都已預先知道 為日本作為一個通行證 讓它可以去排放 我們知道這個機構的報告本身是不可靠 所以我們都要求特區政府 不應該只是考慮國際原子能機構報告的結果 所有運作安全的核電廠 那些冷卻用的水是不會接觸到反應堆的 除了這個福島的核電廠 這些水是直接接觸反應堆的 安田文雄政府聲稱 會確保排放核污水的安全 並且會負起全部責任 又是不是可信呢 近幾天都有不同的消息傳出 日本在未開始正式排放核污水 他們的軟管已經是出現了裂縫 能夠禁止日本全境的魚龍產品是最好的 因為水和受污染的物種都會流動 魚在福島核電廠附近 可以游去別的地方 第二就是來自日本受核污染的地區 他所生產的魚龍產品 會不會送去不受管制的地區 成為一些半加工食品的原材料呢 這些都是我們有所質疑的 K.O